好 引起民众还有政府都高度关心的是国土保育 行政院的国土保育专案小组花了三个星期 在北中南跟东部场刊 终于有了初步的审查结果 行政院两张一话听了报告之后 表示绝对不会容许民众为了谋求私利而妄加破坏国土 因此就当场要求经济部 在明年初开始公告各地的地质敏感区 让各个权责单位有国土保护的依据 而另外在超抽地下水引起地层下陷的部分呢 农委会将会新建海水共同管线供应系统 解决养殖业者私设管线引海水的问题 不见绿油油的山林工厂的烟囱 还排放出大量的废弃 纪录片看见台湾唤起台湾人民对土地的重视 政府部门也不得不动起来 成立国土保育专案小组 花了三个星期全身跑透透 终于有初步的结果 拿出纪录片和处理后的相片对照 明显看得出已经有改善的效果 国土保育专案小组在北中南和东部 常看四次 针对16项议题提出改善情况和后续发展 尤其是清津农场的违法开发 最受瞩目 清津地区违章建筑102年拆除了两家 目前执行第三阶段有58家 8家没有切占等不法事实已签结 清津地区的部分 原来在后年才要准备要审查公告部分 我们会提前 这个部分会先提前到明年来做审查公告 赶紧加快脚步把进度提前 就是希望还来得及阻止非法破坏的行为 并建立长期的防范制度 不过只花短短三个星期 就把全台湾的指标性议题归类出来 效果会如何就要看政府的行动力 鱼鱼TV明星杨青台北报导